吹水到西貢 西貢的街坊,大家好 今天風和日麗,天朗氣清,進來找地方逛逛 每次進來都相當開心 我去年就進去萬宜東霸走 那條路徑,很多人查詢 問我怎樣進去,相片在那裏拍攝 今天跟大家再重複這條路線 但是走這條路線,都是有少許吊軌 為什麼要吊軌呢 因為進去東霸,星期日才有公共巴士 即是小巴進去 走一走就沒有 走一進去,我們又只是坐的士 或者走進去 第一步我們要坐巴士,去到北潭沖 位於西貢巴士總站 位於西貢巴士總站,我們坐94或96R 都是去黃石碼頭的 我們就在北潭沖公園下車 便可以了 外出行山的準備 像我們的樣子,帶些道具 你不要看我這些,潤唇膏,筆 這些道具來的 最主要都是要帶夠水 還有,臨出發之前 看清楚路線 或者跟有經驗的人 一起出發 最重要是跟家人說 我們看看路線圖 去到哪裏下車 北潭沖 今天都很熱 我脫了衣服,增加收視 又略略說說今天的行程 待會去到北潭沖 我們又會轉的士進去 一個叫做百立村的位置 我們先走到百立村 然後再走到東坝 再從東坝那裏看石 看堤壩 然後再進去浪茄 再回程 有車了 開車上車 經過二十多分鐘的車程 來到北潭沖 西貢郊野公園 剛剛在巴士站下車 這裏有的士 最重要是這裏是一個郊野公園 亦是很多行山徑 不同類型的行山徑入口 還可以補給的 如果大家不進去走那裏 可以走這裏附近上搖 不用多轉車 為何剛才說這條路線吊軌呢? 因為由這裏走進去百立 都要走一個多小時 如果和朋友一齊來 就可以集合在一起 在這裏坐的士進去百立 那這裏坐進去幾錢呢? 大約80至100元 這裏坐進去 這裏坐進去 這裏坐進去的交流路線 真的相當之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地圖 我們沿著這裏起步 然後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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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第一站 這裏坐進去百立灣 今天要走一個多小時 我選擇坐的士進來 我們走完百立灣 然後上來 然後去東壩 去地質公園一帶 最後我們會去到浪茄 浪茄就在這裏 現在我們先找了的士 坐了約18分鐘車程的的士 就來到第一個目的地 白立村 不用70元 進來這裏 在白立村都是很方便 沿著一條斜路 直到底下 大約走15至20分鐘 沿著路牌下去就可以了 白立村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相當之優美的海灘 我記得我早兩三年小的時候 跟朋友進來一次在這裏露營 今次再回來就相當之開心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去到郊區地方可以脫了口罩 雖然我戴了口罩很帥 還有收視會高很多 但我都決定脫一脫口罩鬆一鬆 下去白立 大部份石級路和石屎路都相當之平坦 大約走了十分鐘左右 我們又要過這條欄 過去都很簡單 在左邊有一個小門進來 進來就可以了 這裏欄都寫明 防止牛進去 一進來看見一大大平原 這裏已經發展成為度假村 見到有欄就開欄進去 沿著小路走入村就可以了 這條路都是進去白立村必經之路 未到海灘 其實他現在進去到村 那些村屋都是相當之漂亮的 一進來就看到旺財 旺財,你好 來到我們第一個地點,白立村 把幾間村屋游成一些很有外國感覺的顏色 大家看到這那村屋聯想在哪裏? 里圓門,里圓門一單海邊都有類似這類型 里圓門那邊比較近像希臘那邊 拍完照片我們就沿著這條小路直出海灘 沿途也是有箭嘴的 走了兩三分鐘就來到士多 可以在這裡攤透一下,喝杯飲料 不喝飲料又可以直出來沙灘 你看看今天,厲害了 大家都知不知道為何白立這麼受歡迎 第一,進來交通相對便利 而且對著海灘也不用走太遠 重點是有一間士多在補給 你不帶東西進來吃,就在士多吃 今天有很多人租艇玩 現在走到外面海灘很大浪 你看看,多棒 大家看到,差不多直陽西下 我才剛開始出發 看來一會下去浪茄都有少少難度 有少少交通的鹽全塞車,行走 也不建議大家少少假期進來 這個海灘有時都可能有些滑翔山降落 現在就拍到去後面,現在還有很多人進來 今天天色相當正,見到日光月亮,但早兩天天天更難 大家都看到,每個人都很熱愛大自然,我不明白現在很多街公園、露營場地都封閉 拍照,然後回到村口,剎那間又回到白納村 朝著車頭這個方向,走進去萬宜水坊,看看旗石 這裡走進去約15分鐘,這條路是有車有牛,大家小心點 沿路走,可以看到西貢後花園,一絕的景緻 從白納村走到這裡,底下白納村市多也有廁所 前面也有公眾廁所,不過是乾字來的 來來來來,話口未完就到了,看到廁所就距離萬宜水坊的目的地就不遠了 放低一點之後,走一步路都見步如飛 今天的行程有一點改變,決定不進浪茄 因為剛才在白納那裡遇到網友,跟他吹水,吹了一輪 又說請我吃東西,又說請我留宿 威星星,我多了一隻張隻,你今晚在這裡睡,我真是很開心 我現在是拒絕他,因為沒有帶一些一夜乾,沒有帶一些臘肉 沿路這麼漂亮的景緻,我們繼續走進去約10分鐘 再走10分鐘,去到第二個放水點 看到放水點怎麼樣?差不多到達了 終於來到今天的目的地,目的地就是為了看這塊東西 有什麼比一個石灯更好呢? 一泰牌,底下那裡有幾百個在 延綿水坊這個彎道,很棒 一邊就是海,另外過來這邊就是儲水的位置 每次進來逛漫兒都相當開心,特別是這段時間 秋高氣爽,藍天白雲 剛才在白雅那邊跟網友吹開水就說 威星星,你現在進去那輪子吃了一粟 我說什麼粟啊?我說大粟 我說你有沒有什麼粟米,什麼肉粒在這裡 做粟米的粒飯,你吃一下吧 他又說我為什麼放一些道具在這裡 我說樣子,對不對? 八十年代,我們很流行穿著蒙特嬌 插著雕方筆,拿著雕方火機 當時是很帥的 不要吹太多,還有緊緣少少羊羹 我們慢慢放下去,跟大家吹一下水 沿途走進去,旁邊都放了很多石柱 不是椅子,你不要坐啊 亦是給大家一個近距離,看一看 這裏一些很獨特的岩石地貌 他寧願一些一枝枝,柱體 哪裏看就最正的,你看哪裏人多 你就知道哪裏看最正的 走一下就差不多到盡頭了 左手邊這條路是進去浪茄 約四十分鐘左右 右邊這條路是最正的,怎樣正呢? 走五分鐘,上高之後是航拍機 走到直陽西夏,一個湖泊的景緻 還是海天一色,下到岩石層打卡位 就看一看,這樣看就不像,這樣看一隻這樣看 這裏看就最正的了 最正是有一點直陽,魚輝照著 直陽在哪裏?直陽就在這邊 這裏打卡拍照就最正的了 再近距離看一塊石頭,再配合這個 直陽魚輝,今天水塘不是太多水 這次漫兒這個景點都相對簡單和容易走 風景是優美,現在這種天色也好 唯一一件不好處的就是,走一進來 車費就相當昂貴 以前去西貢巴士站旁邊 有個地質公園辦事廁 都會有車、有團進來,現在已經停了沒有辦 不知道坊間有沒有一些旅行團可以進來 我們剛才在後面這個山,其實在百立那邊 都有條山路走過來 當然你要懂路,你知道也要走過來 我又不建議大家不懂路走這些山路 趁著還有一點直陽魚輝下來 走過來,大岩石這裏,哇這裏真是 近距離相當之鎮臨,多大 大家感受到嗎?我絕對感受到,幾個人那麽高 這邊過去就是另外一處,岩石層的位置 無可否認我們喜歡拍照的我呢? 今天看這裏就知道了,阿叔他,大叔 我們這些樣子,像個豬油包一樣 沒有那麼多的工具,怎麼出來見人呢? 一些很震撼,很美的景致,一一呈現眼前 下到漫兒這個景點,拍照就還拍照,小心是最重要的 因為兩邊路旁都沒有什麼扶手位 有些人掛著打卡拍照,很容易出意外的,小心點 這條路走到尾,有條小路,剛才走到那邊,破邊周的位置 已經有很多人,過了那邊,山頂,不過拍不到那麽遠 還說得切夕楊如暉 今天網友就給我個讚我星星,喜歡這些 如果兩者都喜歡,那就恭喜你了 那我脫掉帽子才說,麻煩你加入我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吹過,拜拜 再見 那怎樣來怎樣走,當然是坐的士走啦,拜拜